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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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你別亂來 你讓我金師擒拿手扣住 你跑不掉了 走 六爺 煙霧彈 是 煙霧彈要來幹甚麼 為了逃走 所以訂煙霧彈 是呀… 那種狠毒的角色 江湖上並不多見 有點像是 東營忍術裡面的斷之鈍法 甚麼?你說他們是東營忍者? 他們的裝束非常怪異 而且武功露宋十分奇特 不像是中原的門派 加上斷之鈍法 是下仿逼虎斷尾欺敵的一種脫途術 除了東營忍者之外 中原似乎沒有這麼殘忍的武功 甚麼叫東營忍者? 這些人受過嚴格的訓練 他們能夠飛船走壁 殺人於無形 忍者原本是聽名國諸侯 負責思探敵情 擾亂敵軍 後來竟然逐漸流落在民間 為甚麼你這麼清楚 我聽說這種忍者信 原本出自我國道家的神通信 三國時代的左詞精通此道 誰知道他在中原色味 但在東營開花結果 不過… 不過甚麼? 我是不明白 這些東營忍者 怎麼會發現我們押運的黃金? 這就是我擔心的地方 既然是敵非有 出手就不應該留情 但在剛才的攻勢當中 我一點也看不出 有任何殺機 這層也實在令人廢解 我也是這麼想的 看來我們押這趟標 一定是困難重重的 小姐 現在突然來了這麼多東營人 我看情況越來越複雜 也越來越危險了 你說我們用不用? 用不用甚麼? 用不用回宮以保安全? 你一百個放心吧 甚麼東營人、西營人 只要有郭大少在這裡 就算有天大的事 他也能做得好 會嗎? 當然會 不過你的事我就不敢包了 說笑了 你也沒事了 我怎麼會有事? 你應該知道 我怎麼找你 我不知道…我甚麼都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就告訴你 你怎麼騙蔡玉 說我正在找她 我… 怎麼樣?說笑也不行嗎? 我不是跟你說 甚麼你理我我?你真是大膽 竟然敢用這種口吻跟我說話 你… 小姐… 看甚麼?你沒見過嗎? 放眼當今武林之中 沒人敢這樣跟我說話 你是第一個 普天之下 也沒人敢這樣跟我說話 你也是第一個 你… 小姐 我看她想動手了 我們不可以吃眼前虧的 你還是說小句話好不好? 為甚麼要我說小句話? 她敢碰我 我就不放過她 你真厲害 小姐 小姐 小姐, 你沒事吧? 她打我 沒事…她打我 她跟你玩玩而已 不行, 她打我, 你幫我教訓她 好…我幫你教訓她 小玉, 你先送鳳姑娘回去休息 好 我不用她送的 她們倆妹妹是在一起的 你送我回去吧, 你送我吧 好…我送… 來 小姐 小姐, 你笑甚麼? 沒必要跟女人動手 女人是要來疼的 你不知道了 這個女人實在太刁蠻 太不說道理 不趁早逗逗逗逗她 讓她有所收斂 以後還得了? 小姐 小姐, 這個女人 看來也不會是這樣吧? 看你這個樣子, 一定很重女人 我看女人, 九成也差不多 哥, 你說了去哪兒? 事實就是這樣 律師 程天姨 你幹甚麼… 你幹甚麼… 先生, 你怎麼動手 不想你說我, 女人 你可以說我, 我不能說你嗎 你… 好… 各位兄弟 何必為了女人相和氣呢? 真是的 對了 我為大家安排了一程 陳年老少慶酒 和大家一起喝個痛快, 好嗎? 我喝 我喝酒不只要人對, 酒對 還要心情對 靖哥 靖哥 哥 好了, 不要哭了 她嚇人 女人哭得多, 會變得很醜 明天要出鏢了 不要再想太多了, 快點休息吧 出鏢, 那就太好了 不過你別這麼興奮 在未出鏢之前, 我要替你約法三章 為甚麼你會有這麼多規矩? 你要約甚麼法? 出鏢不是去游山盤水 尤其是我們這趟鏢 還未出鏢, 就已經發生了這麼多問題 出鏢之後, 一定是困難重重 你一定要聽話, 不要再給我惹麻煩 我又不是三歲小孩 你放心吧, 我一定不會惹麻煩 那就好了 小豆子, 事後鳳姑娘就沉 好 你又去哪裡? 你不是在這裡陪我 你不是叫我去教訓鐵衣嗎? 你忘記了嗎? 那你要小心點 你放心吧, 我知道怎麼做 好嗎? 哥 好了… 你不是又想幫我們說我嗎? 哥, 你為甚麼每次沒想清楚 就這麼下結論呢? 我的脾氣就是這樣 有時候…我真的很不明白 為甚麼連我自己最痛苦的妹妹 都幫人家那邊呢? 哥哥, 你怎麼可以這麼想呢? 女生外向, 你有哪次不是幫過動說話 這次是否改為幫身力? 哥, 誰說我幫他? 只不過, 君子動口不動手 再說, 身力動手打你是他不對 但是你… 我怎麼樣? 你…不管怎麼樣 他的妻子並沒有得罪你 無緣無故, 你不應該說別人 我給他打個比喻 我又沒有其他意思 哥, 無論怎麼樣 死者為大 你跟他動手都是不對的 再說, 你明知身力 一生中最愛的女人就是他的妻子 你這樣說他妻子, 難怪他會生氣的 那他就可以動手了嗎? 哥, 我不是這個意思 好了, 說開又說 如果有人欺責藥, 你會怎麼樣? 我一定會一拳打給他 你呀, 你看你吧, 又來了 哥, 其實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明白嗎? 哥哥, 走 走啊, 走啊 哥哥, 走啊 哥哥, 走啊 有什麼事?快點 大人 絕空歸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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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是長風歸武的雙龍爺 沒事了… 好, 走 謝謝總爺, 謝謝 可以走了 謝謝 對 好, 走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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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客官, 你要甚麼? 三樣熱炒, 四樣小菜 和最後一半的蕭刀子 客官刀子是借碼頭行船 還是借碼頭彎船? 行船各賤, 彎船求生 原來是自己人 不敢請教前人貴姓 在家聖誦,出門聖綱 請稍後我去叫師父來 就是他了 小狗,你在外面拆棄 有甚麼事發聲? 是 重逢標局有甚麼動靜? 今天早上,標隊已經出了京城 他們以為不走水路 我江洪就會知難而退 是,但是我一個人怎麼都猜不到 這批黃金,我是勢在必得 長方歸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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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山的翠綠龍蠅,野花遍地 鎮鎮鳥鳴不斷 真是像古詩所寫的 荒樹無人,花自樂 春山一路,鳥鴻蹄 鳳姑娘,你覺得這個人是怎麼樣的? 很好 不錯 帝莉答得這麼爽快,你是不是喜歡他? 他既英俊又瀟灑,武功又高 又有關心人的愛心 女孩子如果看見他 想不喜歡他也挺難的 蔡玉姑娘,為甚麼突然不出聲 我聽你說話 我從小是一個人長大 又沒有其他兄弟姊妹 當我看見郭大少的時候 有一種特別的感覺 這種感覺特別親切 叫我說,我又說不出來 總之在我心裡 我是把他當成大哥看待 如果我真的有一個這樣的大哥 就好了 甚麼?你把他當成大哥看待? 怎樣?不行嗎? 不是,我以為… 以為甚麼? 沒甚麼了 我真的不相信 真的 我知道了,一定是你喜歡他 你…你想到哪兒去了? 臉都紅了 長風揮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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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玉姑娘 山上有人學我們叫 他們是不是壞人 不是,他們這樣叫 正確來說是叫做艾錶 艾錶, 走錶就走錶 又不是賣青菜蘿蔔 這麼大聲叫, 怕人家聽不到 還要說, 賣甚麼就叫甚麼 艾錶其實就像小販那樣叫賣 小販就招呼他們的人客 而我們呢, 就跟洞上的朋友打個招呼 希望對方給予關照 不要出來搶錶 我明白了 他們學了我們艾錶 是搶還是不搶 那樣也不是叫做學, 叫做回應 當他們回應的時候 就表示給我們面子 可以讓我們安然地通過 真有趣, 想不到酒標也會有這麼大的學問 徐若姑娘, 可以讓我喊一聲嗎 我也不知道, 你出去問問郭玉吧 好 郭大師, 郭大師 甚麼事, 鳳姑娘 可不可以讓我喊一聲錶嗎 你忘記了我們曾經約法三章嗎 麻煩你了… 此次一致, 下筆為禮 謝謝你 長風, 威武 長風, 威武 長風, 威武 他們回應了, 他們真是回應了 他們真是回應了 小姐, 叫長風, 威武真是很好玩 兩人我都要嘗嘗 喊錶有規矩的, 你別亂喊 是呀, 我知道了 多謝貴當家高台貴手 等郭某交完錶之後 一定被厚禮, 親自上山報謝 一路一路順報 大人 大人, 飛隊去了很遠 我們快點追上去吧 上次的教訓你忘記了 你瘋下不敢 臨行之時, 翁大人再三祝父 別遂和嬌隊保持一定的距離 否則再被公主發現 就算不死也脫皮, 不用當警察了 是 小心謹慎 小心 控制他們, 出發 是 走 老爺, 你不是說這棟是百里標嗎? 怎麼到現在人影都不見了? 我也覺得奇怪 不過暫時沒事不代表沒問題 我們不能掉以輕心的 長風歸武… 大家聽著, 他們一走標, 我們就動手 是… 鳳姐, 把蝦糊 他們在說甚麼外國話, 為甚麼我聽不懂 那些不是外國話, 是叫做隱語行話 甚麼是隱語行話? 其實隱語行話就是民間各種行業的術語 他們為了違背內部的利益 和協調內部的人際關係 所以就創造了內行人才明白的言語 那剛才那個人說的那句話 究竟是甚麼意思? 你說剛才那個標師說的說話 意思就是說前面有山溝 叫大家小心點, 會有埋伏 我明白了 尋光九武, 看看山溝, 看看有沒有惡夫難路 是… 走… 醜藥姑娘, 我們走了半天 為甚麼還會有人來結錶 屁… 醜的不靚, 口的靚 鳳姑娘, 你怎麼可以說這麼不吉利的說話 人家只是好奇 我從來都沒見過結錶是怎樣 我想說見識一下, 我沒有惡意 你為甚麼這麼緊張 鳳姑娘, 你坐在錶車上 你當然可以不緊張 萬一有甚麼事 外面的標師會保護我們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萬一有甚麼事 外面的標師, 他們以血為代價 用性命和賊人拼過 所以勝敗對他們來說 都是一生一世很有意義的 對不起, 我沒想過 不過標師的工作會是這麼危險 這麼艱辛的 錶音小局主, 前面並無惡苦 好, 大家全速前進 大人, 可以上路嗎? 挺進啊 還要走 你怎麼也會 長封威寶 走呀, 快點走 走 光虹 快走, 快走 外面這麼吵, 出了甚麼事 老爺呢?好像是有埋伏 那怎麼辦?不用急, 你急也沒用 我相信郭毅一定有辦法應付 你們這些壞人 逼得老子靠不了碼頭, 回不了家 老子也要你們命喪此地, 捕虧荒野 你這隻河宗黃伯 居然敢爬到岸上來青空 郭大少, 你不用多說 是不是黃伯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那批黃金 老子是要緊的 只要我還有一口氣, 你不用注意 好, 那我們成全你 讓你做英雄 來, 我讓他們走 全部抓他們 去保護保護車, 等我上頭 小國主 好, 交給他們, 我們走吧 快, 把錢捕我 是 是 大人, 怎麼又退出來了 俠谷裡有埋伏, 準備保護公主 是 你們倆, 馬上去俠谷 把情況查清楚, 然後向我匯報 是 是 鳳姑娘, 你幹甚麼 還是我不好, 是我口不擇言 亂說話的 鳳姑娘, 其實這件事也怪不得你 你不要責怪自己 黃毓, 把馬車移開 郭大少爺 郭大少爺, 你回來了 我沒事 威兒 威兒 我們的人有沒有傷亡 幸好是標隊還沒濕入 郭大少爺, 你有沒有受傷 現在甚麼時候 你不來凡事行不行 小姐, 不要問了 鳳姑娘, 不要這樣 大敵當前不給平常 如果我們想不出一個好的辦法 解決目前的困境 到時候我們跑不掉 你也跑不掉 到頭來大的就一起死 是呀, 老江湖只是老江湖 她除非不說, 一說就一針劍血 小姐 好了, 我不說了 幸好小豆子亂叫 不然就被人暗算了 小豆子, 你剛才的確幫了我們很大忙 但是下次千萬不要亂叫 對了, 因為家有家法, 幫有幫虧 凡事都有一個規矩 規矩一亂 可能會帶來更大的傷亡 明白嗎? 小博主, 裡面的情況現在怎麼樣 新力怎麼還沒出來 你放心, 她應該沒事的 新力回來了 我回來了, 現在怎麼樣? 不愧是快劍身 不用讓高武我帶了, 囚怒照計 行 你們是甚麼人?為甚麼是我的兄弟 好, 回來了 好 為甚麼還有打鬥呢?究竟有甚麼事? 高雄, 難道有人暗中幫我們? 不可能, 我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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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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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看看 趕進殺權, 無一活口 關告大人, 山口裡有一批人馬殺入 是上次跟我們家嫂那班來的 這是甚麼? 毒是甚麼人做的? 為甚麼我們出手這麼狠毒呢? 一定是遭你的錦衣衛 他們陰魂不散, 繞了幾個圈之後 又繞回來找你 我… 你是不是得罪了錦衣衛? 誰得罪錦衣衛? 我和錦衣衛的事 早就被公主一句話化解了 他們怎麼敢再來煩我? 是呀… 這只是你們片面之詞 我們又看不到, 誰知道是真還是假 程鐵衣, 我甚麼時候得罪你? 你為甚麼每次都要針對我? 你見我是一個女孩子 快來欺負我, 是不是? 我只是以事論事 我說你是無事生非 你… 好了…你們別再吵, 好不好? 讓我說一句話吧 是呀…我們只是討論問題 有甚麼好爭 照我看來 這種殘酷的殺人手段 應該不就是錦衣衛所為 因為如果是錦衣衛做的 他們一定會把江洪條絲收回京城 明正典型 殺人氣屍並不是結案的方法 還是採用比較深思細文 那那些人是甚麼人呢? 殺江洪又有甚麼目的呢? 我在懷疑… 會不會是江洪的對頭呢? 江洪的對頭又是誰呢? 那就是要問江洪 但是江洪已經死了 所以呀, 我們還在討論甚麼呢? 小屋主, 你要有個主意才行 目前情況不明, 敵我難料 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的 就是對方被江洪兇狠十倍 為了保存實力和爭取時間 是呀, 我們不適宜硬鋪 我想改走黃吐蚊 大家聽著 下信收拾東西, 我們改走黃吐蚊 是, 大家快點收拾東西 是… 等一下, 大人還有甚麼吩咐? 立即被捕翁大人 說錶隊改走黃吐蚊 一切仍在保護之中 另外要說明一點 該批來歷不明的高人在途出現 他們武功其獨 請翁大人馬上派兵增援, 遵命 會被捕翁大人馬上派兵 先會被捕翁大人馬上派兵 在外面的那裡 跟黃吐蚊大人馬上派兵 先會被捕翁大人馬上派兵 青海域大人馬上派兵 被捕翁大人馬上派兵 長風歸步… 明明有事發生, 加強戒備 有出甚麼事? 我去看看 鳳姑娘, 不要去 姑娘 救命… 姑娘, 你不用擔心 我們不是壞人, 你不用擔心 出了甚麼事? 我爹…他死得很可憐 爹 不用擔心, 沒事的… 我頭痛 你怎麼樣? 鳳姑娘…你… 蔡玉, 明知道有事發生了 你為甚麼下車? 我怕他會害怕, 所以不敢說 想不到他會走來 鳳姑娘, 你沒事吧? 我頭痛 蔡玉, 你扶他回去休息 姑娘, 你要節哀 人死不能復生 節哀… 姑娘, 你們是否遇到肚子 我和我爹父女二人 從浙江千里迢迢來到你頭親 誰知道親人已經世世了 我們還遇到強盜 他們搶走我僅有的財物 還要侮辱我 我爹… 我爹為了保護我 暫被強盜殺害 要不是聽到你們喊錶 他們…他們… 姑娘, 人死不能復生 你還是節哀順變 我現在心無分問 以後…以後的日子 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過 姑娘, 你的遭遇實在令人共情 你放心 我們長風標局不會袖手旁觀 少姑主 人言不可輕信, 小心有詐 是嗎? 郭大少 郭大少 我們小姐頭髮得很厲害 所以我姑娘說不知道該怎麼做 她叫我來問你怎麼辦 少姑主 這樣吧 天色尚早 我們今晚就在這裡過夜了 老爺, 你到杜唐展手搭見帳篷 好 鐵兒, 你去錶車那邊戒備 好 申力 她的後事, 麻煩你幫她安排一下 沒問題, 一起包在我身上 謝謝各位英雄相助 小女子巧兒無以為報 在此先向各位寇借 姑娘, 請起 小姐, 居居小事不需要擔心 你… 你受傷了 不要緊, 少許傷而已 申力, 麻煩你幫她療理一下 好, 我去看看鳳姑娘 好 奇怪了 來天下還有過多時辰 錶長為甚麼突然不走呢 難道發生甚麼事 大人, 要不需要屬下帶人去打探一下 就憑你們的本事 算了 對付平常百姓 你們卻卻有餘 可惜對方是長風標局 你們就不要不自量力 用我們敢以為的架來刁吧 是 就算去, 都輪到我了 大人, 二晚去是不是比較安全 廢話 要不你提醒我 你… 爹, 爹 你這樣做了, 留下我一天 我現在怎麼辦 我現在應該怎麼辦 爹 巧兒姑娘, 別哭了 還說入土為安 哭得多, 身體不好 回去吧 爹 來 爹 爹 巧兒姑娘, 走吧 無天理, 好人不長命, 禍害為千年 各位, 今天想跟大家商量一件事 有關巧兒姑娘去留的問題 我認為應該讓他留下來 然後跟我們錶隊一起走 理由呢 有兩個 第一, 我們習武之人 一向合意, 中人自居 說的是負危濟困, 救人於難 巧兒姑娘, 加著浙江難溪 剛剛跟我們的目的地同路 她現在舉目無親, 身無分物 我們為甚麼不可以送她一程呢 我就不是這麼看法了 老爺 你… 鐵姨, 先讓老爺說完吧 鐵姨, 我就不是故意跟你作罪 如果是平時呢 就算你不提出理由 我也會被巧兒姑娘留下來 但是今天就不同了 我們還有重要的職責在身 絕對是不容許有半點的疏失 所以我們不可以隨便地收留外隱 何況… 何況甚麼呢 何況我們對她的底細一點都不了解 那陸爺, 巧兒的父親已經遇害了 自己也險遭凌辱 這些事實都放在眼前了 還有甚麼好懷疑呢 陸爺, 真是說得對 但…但巧巧她的家裡又在浙江 老爺, 說話要說道理 難道我們的目的地是浙江 天下人等, 就不准絕浙江了嗎 你不解釋我的意思了 我的意思是古有名分 害人之心不可有 但亡人之心不可無 真是猜不到歸迷遠播的長風標谷 竟然連藥質裡流都這麼害怕 這件事宣揚出去 人家不少得爬牙千奇 鐵衣, 你… 翠玉, 你說哥哥說得對嗎 其實這件事要我決定是非常困難 因為各人的立場不一樣 如果站在長風標谷來說 當然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是不應該把巧兒姑娘留下的 但是站在女人立場來說 就剛剛相反了 我們必須伸出援手 幫巧兒姑娘留下 這個這麼頭痛的問題 我們還是等各奧決定 幹甚麼 你們又把這個決定推在我身上 翠玉, 翠玉, 你叫你是少局主嗎 好了 照目前的情勢來看 除了六爺、翠玉之外 贊成的人數居多 既然你們要我做決定 我一說出來 大家一定要遵守 不得有異議 依我之見 為了壓標銀順利 為了巧兒姑娘自身的安全 我們不適宜帶她同行 那就是逼巧兒走上絕路 對了, 那還叫甚麼合意中人 你放心, 我會多給她一點盤穿 而且托父國地的客人 給她最好的照顧 我不贊成 鳳姑娘, 你是不是逃通了 我沒事了 你們剛才所說的話 我在裡面全都聽見了 我不贊成你的做法 如果我有表達權的 我會贊成鐵衣說的 果玉, 連鳳姑娘也贊成了 今次你有甚麼嘴巴說的 是呀…如果我也有表達權的 我也會贊成的 我會贊成的 是呀… 其實好一個故事是… 小玉, 甚麼事 巧兒姑娘出事了 你們怎麼讓我死… 是呀, 讓我死呀 考兒姑娘, 你怎麼這麼傻呢 劉毅的尚者偷生, 更何況是人呢 十幾年來 一直和我相以為名的爹都死了 現在就剩下我一居人 孤苦伶敵, 無依無靠 你們任何收留我 我留在人世還有甚麼意思 不如讓我死就算了 考兒姑娘, 別這樣了 是呀, 凡事也有商量 為甚麼要自尋點見呢 是呀 郭大少, 你聽到沒有? 要不是發現得早 你就害了一條人命了 那叫做我不殺百人 百人卻因我而死 我… 還說我甚麼? 讓考兒姑娘留下吧 就這樣決定吧 好吧 考兒姑娘, 你也聽到了 我們少局主 已經當著這麼多人面前 親口答應了 那現在你可以放心留下吧 謝謝恩公, 大恩大德 考兒願做牛做馬爾埔 小事而已, 你不需要這樣 是呀, 你叫她做恩公 那就叫老了她 是呀 你進來了, 何必鬼鬼祟祟 我從來不看, 何必鬼祟 我從來不看, 何必鬼祟